请你让开 放肆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想死吧你 听起来的 你不想活了 董队长 咱们又见面了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我董大冈又回来了 你们锦容班的好日子 到头了 我知道你恨我 想置锦容班于死地 但是我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咱们走着瞧 叶云呢 想找我姐姐 没门 来人 给我搜 站上 站上 董大冈啊 你省省啊 我姐姐早就离开上海了 把叶飞给我抓起来 抓 你敢 他私放嫌疑人 罪佳一等 你哪只眼睛看见 他私放嫌疑人了 你说他有罪 他就有罪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叫的小姐 上海滩所有人都叛你 我董大冈不叛你 我是在办公差 请你让开 放肆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想死吧你 董大冈 局长 把站给我放下 好 黄局长 你的手下 抓不着罪犯 就诬陷好人 还敢对我动手动脚的 你管不管 你要是不管 我可就找人管了 局长 是他动人打了 独屁嘴巴 你敢跟肖大小姐这么说话 你就不怕肖岩弄死你 是 我问你 叶云抓着了吗 人跑了 那你还不赶快去追 还在这儿捣什么乱 这儿 走走走走 你给我回来 董大哥 我告诉你 冤有头 债有主 你该抓谁抓谁去 你要是再敢回来 找叶飞和锦荣颁麻烦 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滚 走吧 走吧 黄局长 谢谢 我呢 也是跟锦荣班有缘 不想看着你叶飞 和锦荣班受难 才出手帮忙的 肖大小姐 你一定得想想办法 劝你父亲放过叶飞 好 我知道 什么东西 志志 我觉着这口气 你还忍了吗 逍遥咱们惹不起 是逍也让咱们办的叶飞 他逍遥即便再敢拦着 那也没用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人家是一家人 这萧海生是听你的 还是听逍遥的 你要真把萧遥给惹急了 第一个要你命的人 叫萧海生萧野 我觉得 这事咱们首要任务 就是抓住叶云 只要把叶云抓住了 这叶飞 你让他跪着 他就不敢占你 你说的有道理 我就不信了 我抓不住叶云 走 走 什么 跑了 是导演 是小姐报的信 董大纲要抓叶飞 小姐不但拦着 还打了董大纲 这丫头 为了那小子 敢公开跟我作对 老爷 现在小姐满脑子都是叶飞 宁肯不能跟他有正面冲突 万一他实起性子来 咱们后悔就来不及了 叶飞的事 您就放放吧 你闭嘴 放放 再放就真的 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 萧遥是谁啊 萧遥是我的独生女儿 她是我的命根子 让她跟一个变魔术的在一起 将来我死了 都没脸见萧遥她娘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阿全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萧遥性格失利 可她还小 我不能由着她的性子来 这关系到她一生的幸福 所以必须快到这乱马 叶飞是你自己找死 别怪我小孩生心狠 老爷 你真要对叶飞下手吗 这个叶飞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别有用心 萧遥就是被她迷惑了 她想利用 她想利用瑶瑶在上海滩出头 做梦 叶飞她就不是那样的人 是啊 老爷 别说了 我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 敢碰我的掌上明珠 敢公然在上海滩 跟我萧海生作对 我必须要她死 你 如果 你 中文字幕——YK